女孩的眼睛变得通红 背上也凭空出现了一道道伤痕 紧接着 伤痕里竟长出了黑色的东西 女孩忍着剧痛将其拔出 发现这竟然是跟黑色的羽毛 母亲听到动静闯进了房间 女孩吓得赶紧把她赶了出去 就连母亲的手还放在门框上都不在乎 还没等女孩平静下来 她的双腿突然骨折 直至弯曲到常人无法承受的程度 女孩失去重心倒在了地上 等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刚刚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梦 妮娜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为了女主角的位置 她已经偷偷地等待了很久 终于她等到了机会 上一任女主角因为年老色衰 丧失了魅性 所以新的天鹅公主 将在她们这群年轻女孩中选出 但此次的要求却不一样 必须要同时能担任黑白天鹅双重身份 既要有白天鹅的纯洁与脆弱 又要有黑天鹅的邪魅与野性 但妮娜从小的性格娇柔又怯懦 表演白天鹅时 她能表现出极致的柔美 可一道表演黑天鹅 她的优势却变成了累赘 完全没有半点黑天鹅的性感与邪魅 一个女孩的闯入打断了妮娜的表演 而也正是这个不速之客 成为了妮娜此后的梦魅 跟紧张压抑的妮娜相比 女孩莉莉简直就是她的反面 舞姿妖艳又张扬 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一股妩媚 就连老师也忍不住夸赞 莉莉就是为黑天鹅而生的舞者 这句话让妮娜如临大敌 为了不让自己错失这次机会 她精心打扮来到了老师的办公室 想要再为自己争取一下 老师自然知道妮娜想要什么 还没等妮娜反应过来 老师就亲了上去 妮娜下意识狠狠咬了老师一口 没曾想老师不恼返校 她让妮娜记住这种情绪 这就是黑天鹅该有的样子 妮娜认为自己拒绝了老师 肯定当不了女主角 然而就在公布的那天 妮娜发现自己的名字 竟出现在了榜单之手 如果你的手上有根道瓷 千万不要顺着撕塔 否则 妮娜疼得立刻用水冲洗 下一秒 她却发现自己的手指完好无损 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 好不容易成为梦寐以求的女主角 妮娜心里却没有丝毫的高兴 反而更加的绷紧了神经 面对竞争对手莉莉的关心 她也觉得对方是想跟自己抢位置 为此 她更加努力地练习 跳到指甲劈裂 可她始终无法做到黑天鹅的邪魅 内心的烦躁让她控制不住抓闹自己 母亲发现后勃然大怒 她将妮娜拉进了洗手间 着魔般地拿着指甲前帮她修剪指甲 直到捡到妮娜的肉才罢休 妮娜看着母亲疯狂的样子 只觉得喘不过气来 晚上 母亲为了庆祝妮娜得到了女主角 刻意为她准备了一个精美的蛋糕 可控制体重的妮娜却一口也不想吃 母亲健壮竟生气地要将蛋糕丢掉 妮娜只好赶忙道歉 生怕母亲一个不高兴又拿自己出气 却看到母亲正在疯狂地画着自己的照片 被母亲的行为吓到的妮娜 赶忙跑回了房间 用铁棍试了是刚好能够抵住房门 却在此时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吓得她赶紧躺回了床上 正是表演的日子越来越近 妮娜却始终无法完美饰演出黑天鹅 老师也直白地说 妮娜身上一点诱惑力都没有 巨大的压力让妮娜忍不住哭了出来 莉莉见状想要开导妮娜 她将妮娜带到了酒吧 想让她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 趁着妮娜离开了座位 莉莉将一粒药放进了她的酒杯里 在莉莉的蛊惑下 妮娜喝下了那杯酒 很快 药镜就上来了 妮娜逐渐放开了自己 她从未像今天这样开心过 喝得醉醺醺的妮娜回到了家 面对母亲的质问 她第一次做出了反抗 回到房间将母亲隔绝在外 转头跟莉莉度过了美妙的一晚 可等她第二天醒来 莉莉已经不见了 当她回到剧院时 却发现自己黑天鹅的位置 被莉莉所代替了 妮娜顿时觉得 自己被深深地欺骗了 可莉莉却说 昨晚她根本就没有跟妮娜在一起 女孩的双臂突然长出了羽毛 可是她并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随着音乐的响起 女孩不停地转动着身体 身上的羽毛也在疯狂地生长 精致的妆容和邪魅的眼神 让她的舞姿显得更加的魅惑 直至音乐停止 女孩彻底化身成了一只黑天鹅 台下也为她响起了轰鸣的掌声 然而 她能有现在的一切 是她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换得的 自从妮娜幻想出自己和莉莉的暧昧后 她越发觉得莉莉是来抢位置的 甚至演出的前一天 老师竟然决定让莉莉做她的替补 即使这是演出的必备 妮娜仍旧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所有人走后她依然还在练习 直至剧团的灯熄灭了 可就在这时 她看到了舞台上有人 走过去一看 竟是老师和莉莉在苟且 这让她更加觉得莉莉会抢了她的位置 回到家后 她的世界开始变得扭曲 母亲话的话在她看来也变成了恶魔 母亲意识到是自己逼迫妮娜太紧了 她想让妮娜放弃演出 可是妮娜却不顾她的阻谋 执意要将演出进行到底 可临近上台前 她发现自己的脚趾竟然粘在一起了 内心的恐慌让妮娜在表演时出了错 好在同伴及时反应过来 才没有酿成舞台事故 中场休息时 她竟看到莉莉在自己的化妆间 俨然是准备取代自己的位置 妮娜瞬间气炸了 她冲上去和莉莉扭打了起来 渐渐的 她的眼睛开始变成了红色 丧失理智的她捡起镜片 捅进了莉莉的腹部 恢复理智后 妮娜才反应过来自己杀了人 她赶紧将莉莉的尸体拖进了卫生间 这一刻起 她彻底化身成了魅惑女郎 再次上台时 她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连同伴也被妮娜的邪魅深深吸引 妮娜终于完美地饰演出了黑天罗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幕 她就可以一举成名 妮娜回到化妆间换上了装扮 可就在这时 莉莉突然敲响了她的房门 妮娜震惊了 莉莉不是已经被自己杀死了吗 反应过来的妮娜打开了卫生间 里面根本就没有尸体 当当的一幕都是她自己幻想出来的 而那块镜片 被她捅进了自己的身体 清醒过来的妮娜强忍着伤心 上台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场表演 随着白天鹅的倒下 妮娜的生命终结在了她最热爱的舞台上